侄天和斗阔惨遭撞脸 韩飞宇的剑膜和白城的剑膜确实非常相似 而这个刘海部位却很像硝炎 我看你也挺不爽的 因为你的发型真的很帅 硝炎表示你再骂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侄天经过十集的沉淀 剧情也开始慢慢的有意思了 叶凡开辟金色苦海后 也即将离开灵虚洞天寻找机缘 在最新的剧情中 叶凡和庞博对战韩飞宇的打戏看着还是很可以的 毕竟现在终于有点打戏了 而叶凡打败韩飞宇后 两人也是直接拿走了几人身上的白草叶 最后在叶凡大量饮下白草叶的时候 他的身体也出现了异象 众所周知叶天帝的体质在荒谷时期被称作圣体 但是现在却是如同废体一般 如今身体出现异象无疑就是对叶天帝最大的鼓励 在叶凡的感应下 他感应到了生命之轮的存在 那里的神力源泉也在不断的沸腾 然而他的苦海却是遭到了磅礴的质疑 因为他现在也已经可以内视自己的苦海了 但是他那里却是一片漆黑如墨 看起来死气沉沉的 根本不像叶凡这样的颜色 再者吴清风长老曾经也说过 没有沟通生命之轮的苦海 生命精气只能缭绕在苦海上空 至于苦海本身则是枯记一片没有一点生命波动 而一般苦海的颜色基本上都是茉莉色或者漆黑色占据多数 唯独叶凡的金色苦海却是异常的 这可能就是与他的体质有关吧 在这之后叶凡也即将离开此地了 他之所以跟随磅礴来到灵虚洞天 一是为了磅礴 二是为了了解怎样修行 如今叶凡在这继续待下去 也并没有太大作用 与其坐吃山空 还不如去其他地方碰碰机缘 跟他作对的韩长老 也快付出相应的代价了